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豬扒好不好吃? 很棒 全部都没有牌子 我真的像租来这儿买豬扒 我真的像租来的 人家桌比我便宜 他比我便宜 想顶死我 但我不怕 我不会说他买便宜 我就要举给他看 我不可以举得给他看 租制豬扒 最早期卖8元一碗 23年前 但已经是最贵的 正值豬扒都35元 譬如吃豬扒面 加冬饮品都50多元 普通面 大光面 只有我这家做得到 三箱豬扒 一箱来说是50多磅 没人看到我怎么腌法 没有人看到我怎么腌 包括我太太也不知道 不能说 租制豬扒面 不能说的 不要来吃 不要帮助我 旁边有 你可以帮助我 那是很便宜的 我说你吃垃圾 去那边吃 吃垃圾 去那边吃 不要说我贵 全场最烧桌是我 五张桌 如果我不好吃 前面 夹工我 后面夹工我 我早就收拾了一粒 这么多年了 毅力不倒 挺入味的 而且也算松软 够香够味 有汁 客人来这里就是来这里吃豬扒 我由星期一到星期七 我做了七天 我做十几个钟头 十五、六个钟头 我为什么还要去跟人打工 我为什么不去享受 有时候跟我聊天 曾经都说那些笑话 真是最有型 最有性格是你 你说不做人生意 就不做人生意 我一年最少休八十天 最高休过差不多一百天 这里没有人做得像我那样 你不去民国 就当党内 有没有人在这里放煮鸡 没有人敢 所以这里的黄鱼 是否吃到黄鱼蛋 是的 这个食物就免得说 一会儿在税局 就追你 或者什么人追你 就麻烦了 想一下 总之够食够食够用这个就可以了 这家店我哥哥辛苦了 做了人一夜 飞机没坐过 不然不为 SJ 没有 NAS 那时候大两三百万亏死亡 现在大中国老师 百多千万ă Chain 我不在那裡做事, 死做 難做 難做 飯做 錢錢錢, 難道我真的掩著錢來死? 我想我六七菜的歌也有, 大家都很羨慕我, 我經常去旅行一到七下, 你傻子去旅行又哪玩又哪玩, 我好會享受人生。 去花旗囉,吃飯囉, 去跟那個孫子玩玩囉,